痛苦的根源是无名,了解空性能够破除无名 萨宝格西开示,所有痛苦的根就是无名,了解空性可以破除无名 我们大家都想要快乐,不想痛苦,所有痛苦的根就是无名,这是非常重要 要了解空性才可以破无名,了解空性的时候,这个医名学是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,比如说,特别细微的话,就是细微的因果的部分 极乐国啊,这些都我们现在直接没有办法了解 但是透过一些佛陀的一些信言可以能去证明,或者可以能了解 比如说我们的生日,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每个人都说,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,相信父母才知道 有些细微的因果,也就是看那些八千宋等那些经典以后呢 三分之二我们可以就是,三分之一我们可以现前决授 有些呢就是我们可以推理路,可以了解 三分之一的部分,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了解 主要就是,英明里面主要讲的就是了解这些 我们眼睛看不到,耳朵听不到的,这些无常空性 细微的因果的部分,了解的一个方法 都在英明里面讲的非常详细,就是这个 对空的论述在佛教中渊源流长,许多佛教经典都有说到空性 十方新闻,黄慧如许建议,南投采访报道